一个流浪汉的出现却震惊了整个政府高层 因为他的真实身份是韩国顶级特工 一年前他奉命捣毁一个国际贩毒组织 在干掉了几个小头目后 他们取证确认了对方的身份 随后更是一把火烧掉了价值几十亿的毒品 看似任务顺利完成 可就在几天后 与他一起执行任务的队员却都相继遇害 男人也随之消失 所有人都以为他已经遇害 一年后在一艘倒卖人体器官的黑船上 一个男人在船舱里瑟瑟发抖 女孩好心的为他送上一条围巾 此时几名大汉走了过来 他们将女孩的父亲一顿毒打 准备带走女孩 旁边的众人也被吓得不敢反抗 但就在此时 等到警方赶到的时候 整艘船上犹如人间炼狱 看到警察后 男人才举手投降核对身份 警方发现 对方竟然就是顶级特工韩智贺 组织马上出动 将他带回总部 虽然他的身上发现了长期监禁拷问的伤痕 好在各项身体机能还算正常 但在他的血液检测中 却发现了数十种化学物质 他的印象是纪念和患者的记忆 他也有印象中的记忆 当然是违图了 可能是一年之间的记忆 他就确定在决定的记忆 他就是一年之间的记忆 你的名字是 反治予 催眠治疗也没有任何效果 甚至还让他产生了利焚的行为 好在关键时刻被人救下 尽管状态如此不稳定 高层竟然下令直接让他归队 但之后还是发现身边有人监视 回到家后看见满身的伤疤 他怎么也想不起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一段时间是很久以前听过了 你如果想要我做的一件事 一件事要做一件事 我没想到你也没想到 你也感到不一件事 你以前不想要做一件事 你只要做一件事 你会做一件事 看着队友遇害的资料 他发现对方完全没有反抗的痕迹 这也就表示他们是被瞬间偷袭 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出幕后黑手 随即他就来到健身房疯狂撸铁 在自己的身体恢复到巅峰之后 他决定马上前往队友的遇害地点调查 路上他甩掉了监视他的警察 被海关的人拦住 他更是干净利落地解决了对方 但在他登上船的那一刻 却发现早已有人等候多时 而对方正是力排众议带他入行的部长 他劝说致贺不要擅自行动 并且答应让他自己调查一年前的案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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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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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一年以來不太可憐 你不知道什麼意思 前一年間的記憶全都失去 記憶也不知道嗎 你和她一起見過嗎 她是隊長 所以說 她是她的 你好,先生 我是劉杰 先生 我工作得很高興 如果時間很適合 你也要一杯酒嗎 一碗前兩碗 不是,我... 回到家后 他看见对面的大楼一直在闪烁灯光 很快他就发现这是一组摩斯密码 并根据提示找到了一个U盘 而里面的资料正是自己留下的 现在他对身边的每一个人都保持怀疑 志赫托人找到了两年前火熊计划的资料 因为这就是所有事情的开端 当年金科长正在调查一个名为华阳派的组织 但每当查到什么关键信息 就会出现一道新的阻碍 他怀疑华阳的背后肯定隐藏着更大的势力 果然没过多久 金科长就惨遭杀害 局长老江怀疑 特务名单已经泄露 志赫也被要求负责此事的收尾 他找到了金科长的现任阿吉 在对方的帮助下 他们成功端掉了华阳派数十亿的毒品 但还没等他们深入调查 队员们全都相及遇害 志赫的记忆也在此时变得空白 他始终都记不起门外的人究竟是谁 突然志赫注意到了华阳帮的关键人物张广哲 而此时对方也来到了韩国 扩展自己的毒品生意 当地黑帮更是被他们强势干掉 但如此高调的行为也引起了警方的重点关注 对方也引起了警方的意义 这事件是被知了警方的意义 这事件是由于此时 请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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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请请请请 好久不見了,快點進去 我來抓住 我來抓住 很快他就被警方逮捕 但此时他却丝毫不慌 临走时他还一脸坏笑的 给小弟使了一个眼色 很快警方就接到了释放张广哲的电话 并威胁如果不乖乖照做 他们就会一天干掉一名警察 警方马上召开紧急会议 因为一名巡警已经被残忍杀害 而张广哲此时也是闭口不言 智赫表示 如果他们这么大费周章的 想要救回张广哲 很大可能是因为 他的手上有绝对不能泄露的重要资料 智赫主动申请审问 不认识 不认识 我认识 现在地域里面的现场 就不认识 那什么提案呢 他们将会出发的朋友们 他们将会出发的朋友们 这些人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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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上来智贺就将其暴打一顿 随后更是根据对方的纹身 分析起了他的过往 在说到他悲惨童年的时候 张广哲明显失控 但随之换来的又是一份毒打 这时他终于开口 讲了一个野狼复仇的故事 眼看问不出什么有用的资料 智贺又把目标放在了司机的身上 他询问对方是否听到张广哲提起野狼复仇的事 但对方也只是惊人介绍帮忙开车 对黑帮的事情一无所知 之后智贺便准备离开警局 但此时 警局里却突然出现了很多非法滞留的人自首 智贺也没有多想 在回家的路上 搭档小刘给他打来电话 因为他在通过修复张广哲的时候 却发现了一张智贺的照片 这也就意味着对方早就盯上了自己 而此时 警局里报案的人也突然大闹了起来 紧接着 几辆大货车冲进警局 无数的华阳派小弟蜂拥而至 很快 张广哲就被放了出来 对着里面的牢房深深的鞠了一躬 原来真正的老大 竟然是那个不起眼的司机黄毛树 只见他戴上金表戒指 开始指责张广哲多嘴 泄露了他要复仇的事 之后 他竟然直接干掉了对方 另一边 智贺在翻找档案时 发现了一个狼纹身的图案 这正是他干掉的一个任务目标 而同样的纹身也在司机的身上见过 回想起张广哲说的野狼复仇 瞬间他就明白了一切 原来司机才是华阳派真正的老大 智贺马上开车赶往警局 在路上 他亲眼看到对方与他擦肩而过 他马上驾车追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但最终 孤身一人的他 还是眼睁睁看着对方离去 等他回到警局的时候 这里已经是乱作一团 经过查看监控记录 智贺不但看到了警局里发生的一切 而且还见到了一个令他震惊的人 那就是他们的线人阿吉 此时脑海中的记忆也开始浮现 失忆之前 他看到的人影正是对方 难道阿吉才是出卖他的内奸吗 随着记忆不断的涌现 智贺也晕了过去 等他从医院醒来 脑海中一阵剧痛 他决定 还是从阿吉的身上寻找线索 阿吉曾经说过 等任务结束 他就跟姨妈去南韩过安稳的生活 之后 他找到搭档小刘 让对方帮忙寻找阿吉的姨妈 则后智贺找到了一个女人 了解华阳派的信息 对方告诉他 六个月前 华阳派因为毒品的事情被政府打压 现在逼不得已 才跑到韩国逃难 但华阳派的背后 还有一个名叫白毛氏的人出谋划策 他一手掌控着边境毒品与军火走私 除此之外 没有人知道白毛氏的真实身份 与此同时 小刘也顺利地找到了阿吉的姨妈 在了解到阿吉与对方通过电话之后 通过信号追踪 他成功锁定了阿吉就在郊外的一个废弃仓库 智贺马上就来到了这里 对方看到他后便准备群殴 没想到智贺伸手了得 几招就将众人打倒在地 阿吉一看大事不妙 随即便转身开溜 但还没跑出多远 就被小刘一棒子打倒在地 随即智贺赶到成功制服了对方 他询问阿吉 是否就是当时出卖他们的叛徒 但阿吉却说 他当时是去给智贺送情报的 因为黄毛树接到消息正在赶来 因为这个藏身地点只有他们几个知道 这也就表示肯定有人泄露了情报 而这也是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 智贺被震惊得无以复加 此时门外也传来了警笛的声音 智贺便带着阿吉先一步离去 路上阿吉告诉他 黄毛树正在利用快递向全国销售毒品 而这还不算什么 因为很快就会有一批更大规模的货送到 据说那个数量足以掀翻整个国家 当智贺询问阿吉 在自己出事之后 他为什么没联系自己给他的紧急电话撤离 阿吉叹了口气 却并没有多说什么 接着他就趁智贺不注意下车逃走 而阿吉也给智贺留下了一个信封 里面装的正是所有快递毒品的单号 除此之外 信封上还有一串可疑的编号 智贺找到小刘 让对方查询一下 这个编号代表什么 之后智贺找到江局长 将快递单全部交给了对方 这也正好可以让他们部门充一下业绩 但同时他也提出了一个要求 再给他两天时间 他一定会亲手抓住黄毛树 回到家后 智贺看着两个搭档的照片仔细回忆 因为阿吉告诉他 内奸肯定就在他们之中 但两人都已经相继遇害 这让智贺百思不得其解 另一边 小刘还在苦苦地寻找那串编号的线索 终于他发现那是一个集装箱的号码 自己则是去寻找那个集装箱 此时港口却突然出现了几辆汽车赶往智贺那边 小刘赶紧通知智贺撤退 然而智贺不但没有马上离开 还一步步地走进了集装箱里 智贺小心地进来查看 但里面却是一个被铁链捆住的老头 此时 外面突然传来了阿吉求救的声音 等他出来一看 发现华阳派的人已经赶到 而阿吉的卧底身份也被对方发现 为了救下阿吉 智贺选择了缴械投降 紧接着黄毛树慢慢走了出来 他捡起手枪对准智贺 却并没有马上开枪 而是直接将智贺打晕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 已经被带到了酒店的一个房间 因为儿子被智贺干掉 他要慢慢地折磨对方 只见他将一条电线塞到了智贺嘴里 再用胶带封上 打开开关之后 智贺瞬间就被电得晕了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 黄毛树拿出了从智贺身上搜出的定位器 嘲笑对方 但智贺并没有丝毫的慌张 因为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 原来从一开始 智贺就吞下了一颗定位胶囊 然后再故意被抓 为的就是让黄毛树放松警惕 从而说出更多的情报 在智贺的刺激之下 黄毛树让手下打开了隔壁房间的大门 而里面正是他的制毒工厂 集装箱里的老头就是他的秘密武器 对方身上的纹身 就是最新的制毒技术 不但会大大缩短制毒时间 还不会排出气味引起注意 这样下去 黄毛树很快就会成为韩国最大的毒贩 看着对方得意的样子 智贺继续套话 他说对方只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 真正操控一切的 应该是白毛式才对 而且一年前的队友被干掉 应该也是白毛式的手笔 此话一出 制毒的老头也明显一愣 而黄毛树也被激怒 他声称 智贺的队友是被他亲手割断的喉咙 而队友死亡的真相却是中枪而亡 智贺被爆打一顿后扔进了浴室 定位胶囊随后也被吐了出来 这也正是他让小刘行动的讯号 小刘赶紧呼叫支援 而此时黄毛树的电话突然响起 打来电话的人正是白毛式 黄毛树也变得异常紧张 与此同时 一个小弟也发现了智贺的定位胶囊 智贺也开始反击 对方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 外面的小弟也听到了动静 但此时 智贺已经解开了双手 面对手持匕首的敌人 智贺丝毫不拒 随即便又是一场毒杀 而此时黄毛树却已乘坐电梯离开 智贺在阳台找到了奄奄一息的阿吉 对方告诉他 在智贺失踪后 他其实联系过智贺留下的电话撤离 但等来的人却想要干掉他 说完阿吉便一命呜呼 而此时 一个男人正拿刀向智贺走去 好在小刘及时赶到 在关键时刻救下了他 随后智贺抓住一个小弟 逼问对方黄毛树的下落 而小弟也只是看向了坐在角落的老头 另一边在黄毛树离开酒店的时候 一个男人与他擦肩而过 黄毛树在看到对方的样子之后 却是一脸惊恐 第二天警方捣毁制毒窝点的事情就上了新闻 智贺也找到李次长 拿回了自己的证件和配枪 但他对酒店发生的事情只字未提 虽然李次长也没有多问 但当他打开电脑 里面竟然全部都是智贺在酒店打斗的照片 思索过后 他便将所有的照片全部删除 经过这一次的事情 智贺也更加的信任小刘 智贺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时 回到家后 小刘走进了一个房间 墙上挂满了客工的资料信息 而智贺竟然也是他的调查对象 他的身上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另一边 智贺找到情报科的同事帮忙 只要查出当时是谁接听了阿吉的电话 就可以顺着找出叛徒到底是谁 但此时整个情报系统却被黑客入侵 一年前 所有的机密资料都被盗走 智贺要找的情报也被随之删除 这也引起了两位次长的重视 因为这里面也包括他们的一些把柄 两人一直都在明争暗斗 如果让对方先一步拿到这些资料 那就可以以此打压对方 很快 工作人员就发现 黑客正是用他们内部电脑盗取的资料 电脑的主人就是特工崔宜乐 但离奇的是 对方早在一年前就已经自个身亡 而真正的黑客是他的儿子上军 他一直都不相信父亲会是自助小虎 所以他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寻找真相 此时他却突然收到了一个神秘人的信息 对方说要帮助他一起复仇 害怕暴露的上军吓得赶紧关机 另一边 国情院里也是乱作一团 李次长让何组长负责此事 而另一边的王次长 则是选择了一个可以随时抛弃的棋子 秀妍 小刘也被问话 因为他曾是崔宜乐的手下 而且与上军一直来往密切 但小刘对这件事确实毫不知情 为了帮助上军 小刘与智贺来到了他的家中调查 很快小刘就发现 上军竟然想要将资料交给媒体 而此时 他已经与记者在商场见面 但通过对方闪躲的眼神 很快他就发现了埋伏在周围的特工 他赶紧起身逃跑 一阵追逐之后 上军就被两名特工堵住 而此时 智贺却突然出现 几招就将两名特工放倒 看着不断追来的特工 智贺用手中的对讲机 做了一个小型炸弹 爆炸过后 商场瞬间就乱作一团 智贺也带着上军逃了出来 但上军却突然叫出了他的名字 并质问他 为什么不遵守承诺 此时一部分消失的记忆 也在他的脑海浮现 智贺也开始头疼起来 等他清醒过来 上军早就不见踪影 秀妍也找到智贺 责怪对方搞砸了一切 一直以来 他就对智贺有着很深的敌意 因为他的前男友 正是与智贺执行任务时遇害 他也因此将一切都怪在了智贺的头上 与此同时 小刘收到了一封垃圾邮件 而里面正是他与上军 以前玩过的一个游戏 敏锐的他 感觉这是对方想要联系自己 另一边 江局长也找到智贺 属于李次长阵营的他 告诉对方 如果能先一步找到上军 最好能让这些情报保持中立 让两位次长互相制衡 因为他感觉 李次长向他们隐瞒了些事情 当年调查华阳派的任务 正是由李次长秘密指挥 但最终队友却全部遇害 随后所有的档案都被设为一级机密 甚至就连他都无法查看 另一边 小刘来到网吧上网 但他可不是单纯的玩个游戏 而是要联系盗走国情局资料的上军 但对方却始终都没有回复 就在他快要睡着的时候 上军终于发来消息 小刘赶紧与对方约定见面 随后他便将消息告诉了智贺 但等他一出门 却被迎面而来的特工拦下 因为秀妍早就监控了小刘的手机 他威胁小刘帮他引出上军 但没想到 上军约见的对象竟然是智贺 俩人来到约定地点 周围也早已布满了秀妍的手下 但到了约定时间 上军却没有出现 而监视智贺的摄像头 却突然转了方向 紧接着大屏幕上就出现了上军的游戏名字 并显示了一个地铁到达的时间 智贺看到后赶紧行动 小刘也紧跟其后 看着追来的特工 他直接推翻了货物拦住对方 智贺也成功进入地铁 他找到上军询问对方 上次说他不遵守约定是什么意思 上军也终于说出实情 原来他在爸爸的笔记本中 看到了与智贺的聊天记录 当时智贺找到崔宜乐帮忙调查 结果没过几天 对方就遇害身亡 而调查的内容 就是找出当年是谁接听了阿吉的电话 此话让智贺震惊不已 因为这也是他正在追查的事情 但上军却告诉他 聊天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紧接着他拿出一张纸条 询问智贺上面的单词是什么意思 这也是崔宜乐最后发出的消息 但还没等智贺说话 地铁上就传来了秀妍的声音 他让上军在下一站自首 并且千万不要相信智贺 因为他就是导致崔宜乐残疾的凶手 面对上军的质问 智贺却并没有回答 地铁到站后 上军犹豫了一下 还是冲了出来 很快他就被秀妍的手下逮捕 这些资料也落到了王次长手里 但当技术部检查资料有没有外泄的时候 整个国情局的系统也被瞬间入侵 只要设置的时间一到 所有资料都会被全部删除 而这一切都早在上军的计划之中 他要用自己的方式毁掉这里 王次长想跟上军谈一下条件 但上军却说 想要谈就叫智贺过来 就在王次长犹豫不决的时候 李次长也打来电话劝说 两人约定和平解决此事 无奈之下 王次长也只能答应 很快智贺就来到了这里 但他提出了一个条件 那就是关闭审讯室里的监控 之后他见到上军 但对方还是询问他 父亲最后那句话的意思 智贺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当年他与崔伊勒 还有何组长一起执行任务 但何组长却私吞了行动经费 结果导致他们失去了一条重要情报 就在他们争吵的时候 当地的一个男孩却站了出来 他主动提出 要去敌人那里安装窃听设备 但最终还是被对方发现 虽然男孩遭受了严刑拷问 但他始终都没有出卖智贺他们 行动前 智贺曾经问过男孩 为什么会甘愿冒险 行动失败后 本来三人应该立即撤退 但崔组长却下定决心为男孩报仇 拿枪冲了出去 而一旁的智贺也并未阻拦 虽然最终他们歼灭了敌人 但崔伊勒也受伤落下残疾 那最后一句话就是男孩说的 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随后智贺告诉上军 一年前 他因为组织中有人被判 导致他的队友全部遇害 而他的父亲 也是因为调查死事遇害 所以他们都有着共同的敌人 但他们复仇的对象不是整个组织 而是藏在里面的那个卧底 听到这里 上军也说出了中断删除的指令 临走前智贺答应他 一定会揪出那个内奸 让对方付出代价 得知密码后 中警局的危机也终于解除 但等智贺回到家中 却发现有人移动过他家里的物品 紧接着 他就从水晶球里发现了一个U盘 看着墙上几人的照片 他排除了何组长的嫌疑 因为后来他才知道 当年何组长私吞经费 为的是给病重的女儿治病 虽然还是没留住女儿的性命 但何组长对他们一直都有愧疚之心 所以他并不是内奸 另一边 秀妍却听到了智贺与上军的全部对话 他在离开审讯室的时候 偷偷丢下了一支录音笔录音 第二天 他就主动约智贺见面 此时 他对智贺的态度也明显好转 但还没等俩人开始谈话 秀妍就被一个电话叫走 随后 智贺在办公桌前 看到了他们以前的团队合照 桌上还放着一张酒店照片 秀妍的男友曾经说过 那里有他们俩人的美好回忆 此时尚军却打来电话 原来 崔伊勒当时已经查出了 是谁接听了阿吉的电话 智贺被刺激的差点晕倒 秀妍赶紧上前关心 却没想到 智贺却反手就把他按到了墙上 因为对方很有可能就是出卖他的叛徒 虽然秀妍始终都没有承认 但智贺却已经失控 画面一转 智贺就在医务室惊醒 他赶紧拿起自己的手枪检查 发现子弹没少 才放心下来 他询问医生 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 医生告诉他 他在秀妍的办公室晕倒 之后便被其他同事送了过来 而秀妍也因为他的袭击受伤 一时间 智贺也分不清现实和梦境 而医生似乎很了解智贺的情况 他劝说对方赶紧进行系统治疗 不然他的情况会更加严重 然而智贺却没有听从他的建议 随后江局长又找到智贺 在得知他袭击了秀妍之后 直接让智贺停止调整 但智贺却并没有同意 反而询问对方 为什么对这件事情有这么大的反应 两人的谈话不欢而散 等智贺刚一出门 就碰到了秀妍迎面而来 对方不但丝毫都没有怪觉智贺 反而主动关心起他的身体 冷静下来的智贺也没多说什么 但回想起阿吉说过的话 他还是决定从秀妍身上调查 之后情报科的同事 也为他找来了秀妍的档案资料 查看资料时 智贺发现 秀妍竟然在几年前的心理测试中 被组织列为了高危人群 但他的治疗记录竟然全部消失 为了查清真相 智贺来到了秀妍家中调查 &面料 沽总 白费 3 8 7 他发现对方一直在服用精神类药物 而且旁边还有一张秀妍在度假酒店的照片 这正是当时队友提起的那个酒店 但奇怪的是 照片上的时间竟然在秀妍认识队友之前 而上面还有一个男人的影子 为了搞清楚对方到底是谁 志赫找到何组长打听消息 对方告诉他 秀妍在四年前确实有个神秘男友 而对方很有可能就是他们内部的人 另一边 国情局逮捕了一个记者 因为对方报道了许多国情局的丑闻 所以被强行安上了一个间谍的罪名 她的表妹也被迫做了伪证 但小刘却在这些证据中发现了异常 因为外国一般不会向他们提供出镜记录 但这一次却可以轻松拿到 唯一的可能就是由当地执行任务的特工传回 但一年前特工名单泄露之后 所有的特工都遇害 小刘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查了一下 结果还真的有人活了下来 而对方就是比志赫等级还高的特工张天宇 这也引起了小刘与志赫的注意 而最近一起案件的证据很有可能就是对方传回 而此时对方正一边吃饭一边看着关于志赫的录像 为了查清真相 小刘来到了记者表妹家中 调查证据的真伪 但一进门却发现对方早已遇害 因为突然出现在案发现场 小刘也被上司训斥 但秀妍却突然出现替他解围 而另一边 江局长拿着一份关于志赫的资料 找到了李次长 当年志赫的父母被人杀害 年幼的志赫独自与父母的尸体 一起生活了三天才被发现 自此之后 志赫就患上了间歇性失忆症 所以每当父母忌日的时候 志赫的情绪就会产生剧烈的波动 上次袭击秀妍的事情 就是最好的证明 而现在志赫服用的药物 已经远远超标 江局长觉得 这样下去 志赫早晚都会失控 所以他希望对方强制让志赫停职 但李次长却并没同意 因为他早就知道此事 但他却一直都选择视而不见 为的就是让志赫继续调查 想起对他们有用的线索 江局长还想继续劝说 但次长却打断了他 与此同时 志赫正在去祭拜父母的路上 但他却突然发现 自己被人跟踪 但突然他就发现 那只是一个好心的路人 提醒他车尾灯坏了 果然志赫的状态越来越差 等他在祭拜父母的时候 竟然又发现了一个神秘U盘 志赫马上找到小刘帮忙 通过高清的还原技术 他们发现照片里的男人 正是超级特工张天宇 随后小刘也收到了出入境的确认信息 发现针对记者的资料果然就是伪造 他准备马上将这件事情告诉志赫 但一出门却正好碰到了秀妍 在对方的追问之下 小刘也说出实情 但秀妍却让对方不要再继续调查 小刘询问 是因为张天宇的原因吗 秀妍听到后脸色大变 他让小刘不要插手 忘记一切 因为事情的真相没那么简单 但小刘并没有听对方的劝告 将事情告诉志赫 并且他还查到 秀妍与张天宇曾共同执行过两次任务 但秀妍对他的评价却是 长期执行卧底任务而迷失了自己 小刘约志赫见面详谈 但等小刘刚到停车场中 一个男人的身影却向他缓缓走来 志赫也很快就接到了小刘的求救电话 等他来到停车场的时候 一辆车就从他面前急驰而过 小刘也不见踪影 志赫马上开车追了上去 但此时小刘再次打来电话 里面却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志赫马上就猜到了对方的身份 为了救回小刘 志赫一路飙车 收音red 预演 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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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秒鐘 最终他抓住机会成功将对方逼停 他晃晃悠悠的打开了对方的车门 却发现里面的人并不是张天宇 而小刘也不在车上 电话再次响起 此时他才发现 原来小刘一直都在自己的后备箱里 对方威胁致贺不要再继续调查 也不要再打听他的事情 他也只是帮人传话而已 等他发现对方的时候 张天宇直接从他的眼前扬长而去 之后俩人便来到了医院 好在小刘的伤并不严重 还安慰致贺不用担心 为了查清一切 致贺约了秀妍见面 但一路上秀妍都在说之前的事 经过红绿灯的时候 秀妍突然叫住了致贺 他告诉对方 自己加入组织之前 曾经欠了别人一个很大的人情 所以他迫不得已的答应了对方的一些要求 致贺追问对方 是不是张天宇的时候 秀妍一番挣扎后 终于决定开口时 突然遭到袭击 致贺赶紧上前抱住对方 他大喊着让周围的人帮忙叫救护车 人情中一个戴帽子的男人也迅速离开 晕倒之前 秀妍拼尽全力说了一句话 很快 秀妍就被送到了医院抢救 致贺也被带走问话 他根据记忆 说出了嫌疑人的所有信息 但对方却完全不信 并且给他展示了监控拍到的画面 而里面的内容 再次让致贺震惊 因为画面中显示 正是他开枪射向秀妍 难道致贺的记忆真的出了问题 致贺也因此被抓进监狱 致贺也因此被抓进去 他忍不住对江局长发问 而江局长并没有回答 反而蹲下为致贺系携带 在押送致贺的路上 他突然奋起反击 很快 他就将车上的人全部制服 江局长想要拦住对方 却被急迟而来的车辆直接撞翻 致贺也因此受伤 现场就只剩下了 他跟江局长还能行动 眼看对方想要动手 致贺直接开枪威胁 并再次询问对方 是不是真的认为 是他开枪打伤了秀妍 江局长还是没有回答 致贺说道 如果下次见面 还是不能相信自己 可以用这把手枪将他干掉 随后致贺便不顾 江局长的劝阻缓缓离开 李次长也马上收到消息 致贺开枪打伤了江局长后 成功逃脱 国情局下令 全力逮捕致贺 李次长猜到可能是江局长故意为之 他让河组长继续调查 与此同时 致贺转身就找到了小刘 因为对方是他现在唯一信任的人 小刘也没有废话 直接将致贺带回家中 随后便来到药店为致贺买药 但刚一回家 致贺就将小刘按到墙上 因为他发现了小刘的秘密 墙上挂满了特工资料 而他显然也是对方的调查对象 小刘也忠于坦白 原来他的父亲也是国情局特工 但在他高中的时候却突然失踪 这一切都与致贺的遭遇惊人的相似 所以致贺的资料才会出现在他的家中 但目前为止 还是没有查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随后小刘问道 致贺心中意暖 因为直到现在 只有小刘还愿意相信他 但致贺的脑中也是一片混乱 毕竟有监控录像的证据在那摆着 小刘问他 现在有什么线索 致贺想起了那个戴帽子的男人 小刘说会帮忙一起调查 随后他细心的为致贺包扎伤口 致贺也看着对方缓缓睡去 看着对方满头大汗 小刘细心的拿起毛巾给对方擦拭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致贺来到案发现场仔细回忆 小刘也为他找来了附近几条街的监控 终于 致贺发现了那个嫌疑人的身影 经过调查 小刘发现 对手也是一名退伍特工 现在就藏身在一家餐厅之中 你怎么知道 谁在区别人都在区别人 把证据拿到区别人 致贺马上就来到了这里 经过一番交手 致贺成功地制服了对方 但还没等他问出什么有用的信息 对方就直接服了毒 在对方的手机里 致贺发现了一张记者的照片 为了查清记者为什么会成为目标 小刘找到记者的同事调查 得知原来记者正在准备 报道特工名单泄露的事情 更让他意外的是 秀妍竟然还约了对方见面 回到单位后 小刘在自己的电脑上 发现了一串编号 通过内部系统查询 他发现 这是一项视频伪造的技术档案 这项技术可以完美的替换监控中的人物 所以那份关于致贺袭击秀妍的视频 很有可能就是通过这项技术篡改 很快致贺就找到了开发这项技术的男人 对方告诉他 虽然当时这个项目被国刑局终止 但马上就有一个叫金社长的人找到了他 并且开出了高额的薪资 随后他就按照对方的要求修改视频 而现在这项技术已经十分完善 修改后的视频根本就无法鉴定真伪 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原版视频 与此同时 何组长却通过弹道分析发现 向秀妍开枪的并不是致贺 他马上向次长汇报 但对方却叮嘱他不要公开 随手就将这份证据收了起来 另一边 小刘将所有调查到的线索告诉致贺 原来秀妍一开始也是一名记者 后来在江局长的帮助下 才进入了国刑局 致贺想起秀妍说过 自己曾经欠了别人一个很大的人情 所以才迫不得已答应了对方的一些要求 而那个人很有可能就是江局长 很快 致贺就想到了一个冒险的计划 他给江局长打去电话 要求与记者单独见面 并且周围不能埋伏特工 之后他就会投降自首 对方也答应下来 但江局长却并没有遵守约定 不但在周围安排了大量特工 还有八个狙击手随时待命 小刘也被安排到了指挥室帮忙 很快 致贺就出现在了约定地点 因为没有确定对方身份 江局长也没有轻举妄动 但狙击手却锁定了对方 当眼前的人摘下帽子时 监视器外的江局长惊呆了 因为画面中的人竟是秀妍 他马上下令暂停动作 虽然狙击手汇报 已经确认对方就是致贺 但江局长始终都没有下令开枪 此时江局长也终于反应过来 江局长也只能无奈地看着对方离去 随后致贺询问记者 到底掌握了什么线索 为什么国刑局跟黑道势力 对其虎视眈眈 原来在一年前他发现了一个名叫上午会的组织 而其中的成员基本都是国刑局退休的高层 特工名单泄露之后 所有特工都遭到暗杀 但没过多久 就有一名上午会的内部成员向他举报 说这所有的事情都跟上午会有关 但之后他就与举报的那人失去了联系 听到这里 致贺瞬间想到了唯一活下来的张天宇 紧接着 小刘给他打来电话 他告诉致贺 上次的U盘里又发现了一张图片 里面是张天宇跟两个神秘男人 他立刻发信息 约张天宇见面 告诉对方 想要见到记者就准时赴约 对方果然出现 但记者却并不在这里 紧接着致贺开口 他认定张天宇就是联系记者举报的线人 随即他又拿出刚发现的照片 有了这些证据 如果上午会的存在被公之于众 张天宇肯定会成为怀疑对象 紧接着 致贺提出了一个交易 他可以不公布这件事情 但对方必须交出秀妍被害的原版视频 并且说出照片中另外两人的身份 张天宇也答应了下来 但他并不知道那俩人的真实身份 致贺又询问他秀妍遇害的事情 对方却突然变得激动起来 显然张天宇也有着难言之意 很快 致贺就拿到了原版监控 将其交给了小刘 对方也告诉他 秀妍已经在医院醒来 致贺马上赶到医院 但病房里却空无一人 紧接着 致贺就被枪口对准 将局长也缓缓走了出来 他告诉致贺 秀妍在几小时前就已经去世 与此同时 把致贺骗去医院的小刘 在看完致贺的原版视频之后 竟然直接点下了删除按钮 因为被人陷害 致贺关进了监狱 他拒绝了所有的探视 每天除了锻炼身体 就是梳理案件的有关线索 而陷害他入狱的张天宇 此时正在对一个男人言行逼供 而对方正是华阳派的老大 黄毛树 他的目标 就是酒店里出现的那个神秘男人 但黄毛树却并没有多说什么 反而威胁对方 马上就会命不久矣 果然很快张天宇就被对方抓住 神秘人邀请他继续合作 但张天宇且因为受够了这样的生活 拒绝了对方 第二天 张天宇就被挂在了一个广告牌上 国情局也很快就收到了消息 因为张天宇曾经是他的手下 所以李次长主动申请调查 但王次长却在一旁煽风点火 声称张天宇已经好几个月没有与组织联系 很有可能现在已经叛变 就算没有 张天宇的死最多就是身份暴露 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 还是因为李次长的能力不足 部长也准备将这件事交给王次长处理 李次长继续坚持 他保证两个星期之内查出真相 如果做不到就会引就辞职 部长也答应下来 紧接着国情局就收到了秀炎遇害的原版视频 虽然没查出视频来源 但这也足以证明智贺的清白 李次长马上安排何组长将智贺复职 但就在何组长准备去接智贺的路上 将局长去给他打来电话 一见面 对方就说李次长为了完成任务 牺牲的人太多 而智贺现在的状态并不稳定 所以他拜托何组长激怒智贺让其犯错 何组长也果然照做 一见面 他就开始挑衅智贺 但智贺不但没有被对方激怒 反而询问 是不是江局长让他来的 很快智贺就被放了出来 他第一时间找到小刘 问他为什么出卖自己 小刘也说出了实情 原来那天他刚与智贺打完电话 转头就碰到了江局长 对方告诉小刘 他的父亲不但没死 他回到了国内 虽然样貌不符 但那个神秘的男人很有可能就是他的父亲 为了得到父亲的线索 所以才答应了江局长的要求出卖智贺 听完对方的解释后 智贺并没有生气 反而继续让小刘帮他一起调查 回到家后 智贺再次分析起了案情 而小刘的照片也被他挂到了墙上 很快 小刘通过调查发现 其中的一个男人 竟然是北韩最高层级的副部长 但最近却一直查不到对方的动向 而另一个神秘男人 就连张天宇也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 但很可能就是华阳派的幕后老大白谋士 为了查清这个神秘男人的身份 智贺决定从上午会下手 而最好的突破点 就是找人伪造视频的金社长 随即智贺找上了对方 他威胁对方说出上级是谁 但金社长却告诉智贺 他们从不会与上级见面 每次的任务都是通过一种PDA设备联系 而这种设备 张天宇的手中应该也有 智贺马上让小刘去张天宇家中调查 但却没有找到所谓的PDA 智贺却将金社长的PDA拿了回来 而这种设备的通讯距离 却不能超过100米 显然上午会的成员就在他们身边 小刘也查到了一个线索 秀妍曾经救过张天宇一命 当时张天宇执行一个卧底任务 但却因为干掉一人 差点曝光身份 同时还很有可能 引起严重的外交问题 李次长当即下令舍弃对方 但秀妍却对这样的做法提出反对 也正是在她的坚持之下 张天宇才活了下来 除此之外 小刘还查到 张天宇参加了一种 ZIP药物的研发实验 这瞬间引起了智贺的注意 因为导致智贺失忆的 正是这种药物 随即他找到情报部门的同事帮忙调查 在回家的路上 智贺手里的PDA突然收到一条信息 内容就是凶手在四天王中 智贺马上下车查看 但却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随后他跟小刘去看张天宇的尸体 小刘突然想到 在张天宇家中发现了一种特殊墨水 只有在紫外线的照射下才会显现 小刘把灯一关 再用紫外线一照 尸体上果然出现了很多小点 他们马上将其扫描下来 但却并没有查出什么有用的线索 在回家的路上 江局长再次找到小刘 问他为什么放出秀妍遇害的原版视频 却被小刘予以否认 但当江局长让他随时汇报致贺的行动时 被小刘直接拒绝 因为他不想跟秀妍一样 始终都被对方控制 而俩人的谈话内容 竟然全部被志赫听到了 因为不放心 小刘是否值得相信 所以他向李次长汇报后 就监听了小刘的手机 回家后 志赫继续分析线索 但一切仿佛都被浓雾掩盖 而当小刘去超市购物的时候 旁边的广告让他瞬间明白了什么 他马上将这些尸体上的点连接在一起 发现这正是一个二维码的图案 而二维码上的信息 却是一种罕见的病症 这种病的患者总共不超过20个人 其中一个名叫千平日的人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这个叫千平日的男人从军官学校毕业 不但参加过武装政变 还是国情局的创立者之一 这样一个外号被称为魔王的男人 却在退休后突然销声匿迹 而张天宇把他的资料印在身上 也表明了对方肯定有什么秘密 两人马上来到医院调查 但前台却只告诉他们千平日的入院时间 对其他的信息全都闭口不谈 等两人走后 对方也马上打电话汇报 而志赫也察觉到了前台的异常 在分析医院的建筑后发现 再一次翻新之后 有一部分空间竟然神秘消失 小刘再次来到医院 通过确认发现 电梯从二层到三层的时间明显变慢 而那片消失的空间 很有可能就在其中 此时志赫突然接到电话 对方告诉他 导致他失忆的药物资料已经查到 负责这个项目的正是警队的心理医生 而对方明明跟他说过 并不知道这种药物 他让小刘继续监视 而自己则是去找医生确认 但对方却说 一切都是何组长的命令 紧接着志赫又找到何组长 对方也忠于坦白 他就是一直在帮助志赫的人 用摩斯密码联络志赫的是他 留下视频资料的是他 就连提醒小刘 视频伪造的也是他 志赫询问对方 为什么要做这些 何组长却说 你真的记得你吗 那你都给你做了我 你才会回到两天前 你才会回到两天前 你像是在地上的灵状 你会被认识的证据 我被认识了 我被认识了 小刘通过监控发现 只要刷一下卡 再同时按下二三层的按钮 电梯就会停在两个楼层的中间 他故意接近一名医生 在打晕对方后拿到了衣服与证件 他学着对方的样子操作之后 就来到了这个被医院隐藏的地方 走廊里空无一人 而这里还有很多用过的药品 这种药能让人进入假死状态 所以这里不是病房 而是囚禁犯人的监狱 很快他就找到了千平日的房间 小刘推门而入 一个老人躺在床上昏迷不醒 而旁边还放着许多没用完的药 小刘想要寻求支援 可手机在这根本就没有信号 随后小刘直接就将对方推了出来 但刚一出门就碰到了两个男人 可他刚要上车 却发现对方并不是普通的医疗人员 随之一把手枪也顶在了他的身后 汽车发动后 小刘想要掏枪阻止对方 但却在反光镜里看见的那个 可能是他父亲的神秘男人 小刘一阵失神 救护车也随之开走 紧接着几个黑衣人就向他重来 好在智贺及时赶到 两人顺着救护车的方向追去 看来劫走千平日的人 跟上午会是两方势力 突然智贺手里的PDA传来了一条威胁 但智贺并未理会 很快他们就发现 对方的车竟然停了下来 而千平日也被放在了路上 紧接着又是一条消息 随着一声枪响 千平日就这么被对方干掉 智贺让小刘开车 自己则藏在车门后缓缓向前 很快他们又收到了一条消息 但还没等小刘说出消息的内容 就有人从救护车里丢出了一个炸弹 智贺赶紧将小刘从车里救了出来 但爆炸的气浪还是波及到了他们 智贺也晕了过去 紧接着那个神秘的男人 就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小刘站起身来 死死地盯着对方 想要确认这个男人 到底是不是自己的父亲 但对方始终都没有开口 紧接着一声枪响 小刘也倒在了地上 等智贺再次醒来 脑海中浮现出了几个记忆碎片 清醒之后 他赶紧冲向小刘 好在对方穿着防弹衣并无大碍 醒来后 他告诉智贺 就算那个神秘男人的面貌 与父亲并不相符 但对方很有可能就是他的父亲 智贺觉得 对方就是白毛士 随着小刘说出最后收到的信息内容 智贺震惊不已 因为传来的信息 竟然跟江局长曾经说过的话一模一样 随后 技术部门通过对PDA设备分析 发现编写程序的正是一家著名的信息公司 两人马上前往调查 看过代码之后 负责人也大方的承认 软件就是他们开发的 但因为时间过去太久 少他们开发软件的客户已经记不清了 现在他们的公司也已经转型 主要是用大数据分析出每个人的爱好 然后再将精准的人群信息卖给购物网站 回去的路上 智贺发现了几个细节 不但刚才听到了歌 跟他们车上听了一样 就连喝的水与食物 也是他们平时喜欢的一类 这一切很有可能就是对方在警告自己 与此同时 李次长也因为没查出真相引就辞职 然后转发开 而另一边 国情局的高层却在一起聚会 新任次长的位子也落到了江局长的头上 紧接着 王次长将一份人员调整的方案递到部长面前 看都没看 他就让对方签字 部长本来还想拒绝 但此时 没有对手的王次长已经控制了整个组织 他马上对国情局进行了大洗牌 智贺与小刘也被调到他的部门 因为这样他就能更好地盯住对方 而一直跟在他身边的郑局长 却并没有因此升职 这让他十分不爽 为了寻求出路 他找到了正在喝酒的江局长 偷偷地给了对方一份资料 紧接着 人员调整的消息就传了出来 江局长也告诉智贺 下个星期开始 他就会被调到王次长的部门 智贺觉得 已经越来越不认识对方 他说江局长为了上位 牺牲了太多的人 而对方却说 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在保护他们 智贺却突然提到了秀妍 他拿出秀妍遗物中 发现了一张照片 转身离去 江局长看到后瞬间泪目 原来他就是秀妍的神秘男友 随后 一个男生找到小刘 声称他的朋友小英意外去世 但他觉得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因为小英发现了一个秘密 公司将大量的个人信息泄露了出去 其中包含了几万人的隐私资料 小英本想准备揭发此事 但没过多久就出现了意外 而那家公司正是他们刚调查过的大数据公司 小刘马上来到警局调查 虽然小英的事情被认定成了疲劳驾驶 但监控却显示 车辆像不受控制一样 疯狂地撞击护栏 随后何组长告诉志赫 江局长竟然也在调查 那个大数据公司 与此同时 在小英留下的笔记中 小刘发现了一个心理研究的公司 他马上前往调查 在这里早已人去楼空 而负责公司的两位教授也已经出国 整理资料时 志赫发现 这家心理研究公司 竟然与金社长有所联系 志赫马上找到对方 拿出教授的照片询问 对方也告诉他 两位教授是心理站与煽动站研究的专业人士 十几年前 他也只是介绍对方为上午会工作 但对方具体做什么 他就不得而知了 与此同时 小刘也发现了一些线索 两位教授的账户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出现大量的资金流动 小刘立刻就想到了选举 原来上午会的真实目的 就是操控选票 他们通过两位教授研究数据 再利用大数据分析 无形中就可以左右民众的选择 而去年 志赫出现意外的时候 也曾有过一次议员的选举 随后志赫找到一个女人打听消息 对方告诉他 每当选举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些事情扰乱证据 李东哲就是隐藏在北朝鲜的内鬼 去年选举的时候 上午会应该是想利用李东哲干预选举 但对方却突然遇害 时间竟然就是志赫出事的那天 志赫仔细的回忆 他们当时的任务目标是黄毛树 之后看到了白毛氏的身影 张天宇将特工名单交给了白毛氏 随后李东哲也出现在了酒店 而当时他们执行任务的地点 明显就是在监视李东哲 为什么他们会突然转换目标 李东哲跟队友又是怎么遇害 一切都仿佛被浓雾掩盖 此时小刘突然打来电话 他发现小英遇害之前的最后一个电话 就是打给了他们内部的人 但号码经过加密 无法查出到底是谁 随后小刘就将号码发给了志赫 他马上拨通电话告诉对方 自己已经知道他们操控选举的事情 如果不想这件事公开 就跟他在停车场见面 很快对方就来到了这里 志赫也走了出来 但对方根本就没有下车的意思 反而加速向他冲来 志赫立马掏枪反击 很快车就停了下来 志赫直接上前打碎玻璃 但里面的人却让他陷入了震惊 他赶紧将其送到了医院 因为将局长的车辆明显被人控制 没有任何操作的情况下 汽车还在不断加速 此时何组长给他打来电话 因为他收到了志赫定时发来的视频 志赫也再次想起了一些事情 李东哲遇害的时候 旁边站的人也是东旭 除此之外 一周后他会收到最后一个视频 里面有所有事情的真相 也包括杀害队友的凶手 但在那之前 他必须先查出组织里的内鬼 与此同时 王次长找到小刘 他告诉对方 小刘的父亲并不是无故失踪 而是被内部同事出卖 随即他就给了小刘一个档案编号 小刘看到资料后瞬间惊呆 紧接着他就提枪找到了李次长 询问对方为什么出卖自己的父亲 李次长却并没有过多解释 因为他已经看出了对方不会用枪 而此时 白谋士竟然就在不远处的一辆车里 第二天 部长召开会议 责怪王次长随意进行人员调动 并且使用国情院的经费也没向他报告 王次长对此毫不在意 因为他已经掌控了国情院的所有势力 院长现在也只是一个摆设而已 两人的谈话剑拔弩张 随即他就邀请另外两人一起吃饭 对方直接无视院长起身跟随 另一边 智贺告诉小刘 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干预选举 而嫌疑最大的 就是负责国内特工的王次长 小刘却并不同意这个看法 因为李东哲本来就是王次长一方 既然要利用他干预选举 那就不会将他干掉 相反 李次长才有更大的嫌疑 他为了达成目的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甚至可以将他的爸爸出卖 智贺询问小刘 从哪听说的这件事情 小刘却并没有回答 反而询问智贺 是不是监听了他的手机 智贺猜到 可能是王次长找过对方 他劝小刘不要被对方利用 但小刘却说 随即小刘转身要走 而之前调查得知 出卖他们的是队友东旭 但对方也在任务中死亡 因此智贺找到东旭的妻子 对方告诉智贺 东旭在最后一次任务之前 好像是接到了上级的什么命令 之后他就变得十分苦恼 说总觉得自己会对不起同事 此时智贺也想起来一些事情 执行任务之前 李次长曾经给自己下过什么命令 但他想都没想就直接拒绝 所以李次长后来才找了东旭 此时有人抱着一个孩子走了进来 对方告诉智贺 东旭也从未见过自己的孩子 因为孩子出生的那一天 就是东旭的忌日 紧接着电话铃声响起 智贺再次陷入回忆 东旭的电话铃声跟妻子的一样 对方遇害时电话也在响 另一边 智贺的所有行踪 竟然都被李次长监视 与此同时 小刘加入了王次长的阵营 对方告诉小刘 他们必须先一步找到白眸式的线索 这样他们就可以透过白眸式 揭露出李次长的真实面目 但如果被对方先一步找到 肯定会为了掩盖真相杀人灭口 紧接着 小刘又提到了上午会 王次长也承认 自己确实是其中一员 但一切都是为了组织的延续 所以必须依靠其他力量 随后 他就带着小刘来到了情报部门 这也是他手中的王牌 这里的系统与大数据公司的后台连接 收集情报的能力根本无法想象 小刘也被安排在这里工作 很快他就发现 李次长门口的灯光不停闪烁 好像是在发送摩斯密码 他马上将消息告诉了王次长 虽然不知道具体内容 但王次长猜测 这可能是李次长想约白牟师见面 因为白牟师的目的就是向李次长复仇 李次长也是一清二楚 所以这很有可能就是 为了引出白牟师设的陷阱 众人开始全力地监视李次长 果然 李次长很快就有所行动 他告诉白牟师 两人之间有些误会 他会当面向对方解释一切 白牟师也答应见面 随着双方不断靠近 周围竟然出现了狙击手待命 智赫也在此时狂奔而来 很快狙击手已经瞄准了白牟师 但此时却突然有人引爆了一个炸弹 李次长也被炸晕 白牟师却缓缓地走了出来 此时智赫突然出现 他挟持白牟师的小弟威胁对方 看到智赫后 白牟师却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 他说彼此非常相似 都会义无反顾地找到并干掉敌人 但如果想要复仇 要知道自己是为了队友 不是为了自己 因为两者复仇的对象是不一样的 显然他对智赫十分了解 紧接着白牟师直接干掉了自己的小弟 还没等智赫反应过来 对方已经乘船离去 智赫的突然出现 彻底打乱了国刑局的计划 原来他与小刘并没有真正的决裂 小刘主动提出 投靠王次长获取情报 然后再将其偷偷地传给智赫 但他也提出了一个请求 那就是不要杀白牟师 李次长清醒之后告诉智赫 一年前他收到消息 王次长要利用李东哲干预选举 所以他派东旭监视对方 但他并没有下令杀人 相反 如果李东哲当时拒绝了王次长的要求 王次长干掉李东哲的嫌疑更大 不管是一年前的事情还是现在 根本就不是他造成的 智赫也记起了一些事情 队友遇害的那个晚上 还有一个人出现在了那里 而对方就是张天宇 当时对方正在为上午会做事 所以问题的根源很有可能就是王次长 随后情报科的同事发现 出现意外的小英 最后的一个电话 竟然打给了郑局长 智赫马上找到对方 但因为没有具体证据 郑局长当然不会承认 智赫说对方跟江局长一样 事后都很有可能会被灭口 郑局长也没多说什么 智赫随即转身离去 但紧接着就有人绑架了郑局长 好在他拼尽全力地逃了出来 但这一切都是智赫与何组长的安排 为的就是让他心生恐惧 很快 郑局长就约智赫见面 他觉得肯定是王次长想要干掉自己 无奈之下 他只能跟智赫合作 只要拿到教授的资料作为证据 王次长就会被舆论彻底击垮 而负责研究的教授目前还在国内 因为他的出境记录就是郑局长伪造的 同时他还告诉了智赫一件事 十几年前白谋士被人抓住 出卖他们的也是王次长 因为当时李次长权力太大 王次长就故意将李次长手下的特工资料泄露 得知真正的内鬼是王次长后 智赫留下的最后一个视频也就可以查看了 他将事情告诉了小刘 随后让对方查一下教授的线索 另一边 王次长找到申会长一顿威胁 因为他听说对方打算将大数据后台加密 与此同时 小刘也查到了教授的线索 对方竟然就藏在大数据公司 而之前狙击白谋士的车辆 竟然也在教授的名下 他马上将消息告诉智赫 但还没等他说完 一个人就出现在他身边 电话随即被挂断 等智赫再打过去的时候 小刘已经关机 智赫随后找到教授威胁 但当智赫想要带走资料的时候 教授却告诉他 所有的数据都经过加密 想要破解 至少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能解密数据的只有负责人申会长 智赫接着又找到申会长 但被一顿收拾之后 申会长却说 他也无法打开资料 必须得到上午会的许可才行 王次长这时竟然走了进来 智赫直接点破了 王次长操控选举的事情 但对方却告诉智赫 他忽略了整个事情的核心 从他上位以来 经历了八次政权交替 光院长就换了21位 每一任院长都让他们忠诚 指使他们介入选举 舆论造假 监视民众 但之后他们就消失了 所有的罪名都落到了他们的头上 他们根本无法解释 因为这就是他们的宿命 现在他要摆脱束缚 并且马上就要成功 但智赫却打断了他 说他也只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已 他指责对方害死了太多的人 王次长一看 无法说服智赫 随即他就让手下将小刘带了进来 他威胁智赫缴械投降 智赫也只能无奈照做 就在他以为自己胜券在握的时候 电话却突然响起 原来江局长早已苏醒 智赫委托对方 如果他的调查失败 就由江局长把他留下的最后一条视频公开 此时所有国情院的高层也聚在了一起 何组长也收到了那条视频 画面也被转到了智赫这边 但接下来的内容却让所有人陷入了震惊 原来是当初在执行任务时 线人却突然找到智赫 告知他们的藏身地点已经暴露 而知道信息的只有他们几人 所以两个队友中肯定有一个内鬼 智赫也开始有所防备 但他并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直接带着两名队友转移阵地 在接下来的任务中 他们看到了白毛氏与李东哲 而白毛氏就好像有所察觉 甚至还对着他们比划了一个手势 而国情院特工张天宇竟然也出现在了这里 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小吴提议撤退 但东旭却并不同意 他觉得既然张天宇出现在了这里 幕后主使一定就在他们组织内部 而且李东哲的突然出现 也可能会对选举造成影响 两人产生了激烈的争吵 最终智赫决定继续调查 但李东哲的突然出现 也让他们改变了目标 随后智赫发现 小吴经常偷偷地与外界联系 但经过确认 对方自始至终只给秀妍打过电话 但小吴却让智赫注意一下东旭 因为对方最近变得十分焦虑 好像在刻意地隐瞒什么 紧接着他们就发现 李东哲那边有所动作 他让俩人到附近监视 提醒二人不要擅自行动 没过多久 智赫就与他们失去了联系 李东哲那边也没了动静 智赫马上冲向酒店 发现东旭不见踪影 他马上赶到李东哲的房间 结果看到他已经消互 而站在他旁边的正是东旭 东旭刚想解释什么 门外就传来了警察的声音 智赫赫赶紧让东旭先用缓降机逃走 随后自己也紧随其后地逃了出来 路上还碰到了张天宇从他面前经过 等他回到房间 却发现东旭跟小吴正在拿枪对峙 智赫让他们放下枪好好谈一谈 可东旭竟然直接开枪干掉了小吴 他向智赫解释 如果他不开枪 死的就是他们两个 紧接着东旭的电话响起 想要接听时被智赫阻止 没想到对方脸色一变 直接举枪射击 智赫也扣动了扳机 但很快他就意识到了不对 对方攻击的是突然出现的张天宇 看着死去的东旭 智赫后悔不已 紧接着东旭的手机再次响起 是他妻子发来的照片 智赫看到后瞬间崩溃 随后他就把自己关了起来 想要查出组织里的叛徒到底是谁 但所有的假设都被推翻 在内疚与自责的折磨之中 智赫逐渐疯狂 就连陈锋的童年记忆也被唤醒 当时家中遭到入室抢劫 父亲与歹徒进行搏斗 年幼的智赫想要帮忙 却一不小心误杀了父亲 巨大的痛苦之下 让智赫瀕临崩溃 他要找出真正的敌人 然后不择手段地看掉对方 而此时 他的仇人就在眼前 得知一切后 智赫突然开枪打伤了几人 他要干掉王次长进行复仇 但小刘却挡在了王次长的身前 他劝智赫冷静一下 但此时的智赫已经失控 巨大的刺激 让智赫晕了过去 智赫智員 coconut 智赫看 智赫 江局长想要搜查王次长的犯罪证据 但那里早已搬空 很快王次长就召开了对智贺的承接会 江局长据理力争 他说智贺也是受害者 虽然智贺在视频中承认了杀害队友 但他那时候明显意识不清 所以他提议先放了智贺 王次长当然不会善罢甘休 最终江局长交出了次长的位子 才保住了智贺 随后江局长找到智贺坦白一切 当年他确实与王次长一起合作 为的就是阻止李次长独断专行 所以他当时让秀妍通过小吴获取他们的情报 然后再将其交给王次长 但出事的那天晚上 小吴却突然失去联系 后来上午会想要干掉秀妍 他本想出手阻止 但那时候秀妍已经不相信他了 他会为这一切承担责任 但在那之前 他们要合力搞垮王次长 紧接着 他拿出了智贺父母遇害的档案 原来父亲的死跟智贺没有关系 他开的那一枪打到了天花板上 而父亲体内的子弹来自另一把枪 所以说记忆并不一定准确 包括一年前的事情 可能还有他们不知道的真相 智贺也重燃斗志 随后他与李次长见面 对方告诉智贺 小吴一直以来都是上午会的人 与张天宇也有接触 与秀妍成为情侣 也很有可能存在别的意图 而杀死李东哲的应该就是小吴 当时东旭看到对方赶往李东哲的房间 随后就向李次长汇报 等他赶到的时候 李东哲已经死亡 为了掩盖此事 上午会肯定也会除掉东旭与智贺 而当时东旭干掉小吴 也是因为李次长下达的命令 不然他们也会被上午会灭口 这也就造成了智贺误杀队友的事情 原来以为智贺恢复记忆 就能找到击垮对方的证据 但现在王次长已经掩盖了一切 现在唯一的突破口 就是大数据公司的申会长 小刘通过调查发现 将局长跟朋友的车祸 都是被人修改了汽车程序造成 而同样类似的车祸还有三起 所有的受害者都与一项 针对企业使用个人信息的法案有关 如果这项法案一旦通过 对于生会长将是一个晴天霹雳 因为他就是利用个人信息 进行广告盈利 王次长应该就是利用阻止法案通过 换取了大数据公司的支持 除此之外 政局长也加入了他们 并透露了许多内部信息 但没想到 这一切都是王次长的安排 他们马上找到了生会长 并且说出了对方 为了阻止法案 与王次长合谋 害死议员的事情 如果他能交出证明王次长的证据 那么他们可以对生会长从今处理 与此同时 政局长竟然将消息告诉了王次长 但王次长也根本没有信任生会长 王次长愤怒地来到大数据公司 但等在这里的却是江局长 原来政局长是个谍中谍中谍 他故意透露出生会长背叛的消息 然后再将王次长的话偷偷录音 而本来没有打算背叛的申会长 在听到录音后 也被逼上了绝路 而申会长也留了一手 他与王次长的所有对话都进行了录音 就连上午会用的PDA设备 也被他全部监视 有了这些证据 王次长很快就被关了起来 但他没有坐以待毙 马上联系手下救他出去 与此同时 智贺让小刘监视一下金组长 因为对方也可能是上午会的成员 随后他找到了王次长 询问一年前的事情 谁知王次长表示 杀死李东哲的并不是他 因为当晚始终没有与李东哲取得联系 所以他让小吴去他的房间看看 但等小吴赶到的时候 李东哲已经被杀 而真正的凶手竟然是白谋士 当时白谋士的特工身份泄露 抓捕他的就是李东哲 之后他更是对其进行了残酷的折磨 不仅如此 如果国情局的特工 在李东哲死亡现场被抓 也会引起外交问题 白谋士真正的目的就是毁灭国情局 而且白谋士曾经还对智贺进行了详细调查 所有人的行动都被他计算在内 但他没想到的是 智贺能够逃走 所有人都被白谋士玩弄于鼓掌之间 之后王次长就开始全力追捕白谋士 但所有派出去的特工都没能活着回来 但就算这样 智贺也始终无法原谅王次长 而王次长的手下赶来后 竟然直接撕开了面具 对方竟然是白谋士伪装 原来王次长并不是上午会的首领 在上午会的高层商议之后 竟然决定让方院长接替对方 而解决王次长的最佳人选就是白谋士 商务会也可以因此与对方和解 这件事情也交给了院长负责 此时智贺也接到了小刘的电话 他声称金组长正在赶往机场准备逃走 智贺马上就意识到了不对 因为他刚刚才与金组长擦肩而过 等智贺赶到王次长这边的时候 对方已经被吊了起来 智贺马上将其救了下来 经过一番抢救 王次长终于恢复了意识 随后王次长便再次陷入了昏迷 为了了解更多白谋士的线索 智贺找到了华阳派的一个小弟 对方告诉他 自己从没见过白谋士的真正面目 虽然白谋士很少露脸 但对方操控着边境所有的军火毒品假钞 所有情报都经过他的手 而谋士的意思就是指出谋划策之人 他操控一切洞察人心 所有手下都是他亲自挑选 全部都忠诚无比 都说白谋士无语无求 但他感觉白谋士正在计划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 另一边 王次长遇害的事情被定义成了畏罪立坟 何组长也怀疑 对可能是院长幕后操作 为的就是夺回权力 与此同时 李次长召集了一批新人的手下 开始全力地追踪白谋士 虽然不知道对方真正的目的 但绝对是要策划一件大事 会后 智赫找到了小刘 希望对方退出这次任务 因为白谋士毕竟是他的父亲 但小刘却表示 如果父亲真的变成了怪物 他也一定会拼尽全力地阻止对方 很快 同事发现 李次长发生意外的时候 所有监控系统突然全部瘫痪 但竟然完全没有外部入侵的痕迹 经过分析 对方用的竟然是上军 当时入侵国情局的残留代码 两人马上找到上军调查 上军也没有隐瞒 当时入侵国情院的时候 有人主动给了他入侵代码 而他并不知道 对方到底是谁 当时也只是通过短信联系 但两人却觉得 上军有所隐瞒 给他代码的人 很可能就是白谋士 随后 他们就开始监视上军 果然 上军竟然与白谋士的一名手下有所接触 通过跟踪 他们终于发现了白谋士的藏身之地 而最近这段时间 那里的用电量超乎寻常 虽然不知道白谋士在做些什么 李次长还是下令对其发动攻击 众人立刻全副武装 随着大门被炸开 特工们一拥而入 但现场却空无一人 但就在他们准备详细搜查的时候 爆炸却突然发生 还没等看到对方的样子 他们就伤亡惨重 紧接着 对方也开始发动攻击 战斗异常惨烈 没方便的 听根本我也要走 无论 对方也担心 打下了 死亡 打下了 血压 找人 打开 面 但此时突然跑出来的上军被子弹击中 智赫赶紧将其救了下来 白谋士也终于露面 爆炸之后 一道无形的能量从这里传了出来 不仅所有的电子设备全部失效 就连汽车也无法启动 此时白谋士想要举枪干掉智赫 但小刘却突然冲了出来 听到声音后的白谋士明显有所迟疑 但犹豫过后 他竟然开枪打伤了小刘 白谋士的手下也赶了过来 在众人的掩护之下 白谋士驾车扬场而去 这次的任务彻底失败 他们发现白谋士用的是一种脉冲炸弹 不仅会破坏所有的电子设备信号 就连汽车上的电子零件也会随之烧毁 飞一边 上军被送到了医院抢救 李次长下令 等对方清醒之后 马上采取强硬的措施进行审问 小刘站出来想要阻止 但李次长却表示 他们必须以大局为重 因为白谋士很有可能造成更大的灾难 此时智赫突然开口 他们在现场找到了一台被小心保护起来的电脑 里面可能就有什么重要证据 此时技术部门正在修复 李次长也做出了让步 但如果找不到有用的证据 他还是会审问上军的 在同事的不断努力之下 电脑终于被修复成功 里面有一份显中院的资料 那里是纪念烈士的地方 众人都一头雾水 但李次长却想到了什么 会长曾告诉他 大选在即 两个党派的高层都会去祭奠烈士 而李次长也会在那天上台致辞 所以白谋士的目标 不是他就是党派代表 将局长提议马上停止活动 但李次长却表示可以冒险 因为这是他们唯一抓住白谋士的机会 所以他甘愿用自己作为诱饵 随后电脑里的一张照片引起了智贺的注意 上面的一串编号正是运送那个神秘老头的集装箱的号码 他询问同事老头的信息 但同事却告诉他 老头被抓之后就变得神志不清 但智贺还是来疗养院见了对方 但不管他说什么 老头始终都无动于衷 而另一边 男人询问神父 是不是只要真心忏悔 不管做了什么都能得到原谅 神父也意识到了什么 随后男人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当年他跟朋友被人关押 期间他们经历了各种折磨 甚至一度让他怀疑 自己是否身处地狱 最终朋友受不了了 求他动手灭了自己 看着绝望的朋友 他就亲手掐死了对方 之后他抽出了朋友的一根骨头 经过日夜的打磨 最终他用骨头当作武器逃了出来 但从此之后 他的意识就变得模糊 他亲手杀了朋友 却又因为朋友活了下来 随后他又意识到 自己拼命守护的 竟然只是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而已 所以他要亲手向世人揭露一切 让那些人付出应有的代价 神父还想劝说 但白谋士却直接起身离开 随后 他就将这件事告诉了小刘 因为对方的声音口吻 都跟小刘的父亲一模一样 小刘也将这件事告诉了志赫 根据心理学教授的结论 白谋士很有可能是因外部刺激 而患上了认知障碍 他恳求志赫 一定要阻止白谋士 很快 纪念日如期举行 无数的高官政客都聚集而来 所有人都经过身份核对 周围也有着特工不断巡逻 但小刘却没有参加这次行动 因为志赫从神秘老头那儿得到消息 和他一起入境的还有几个集装箱 而里面很有可能就是炸弹 在同事的帮助下 他追踪到了一辆货车 发现最终汽车到了一栋大楼 就再也没有出来 小刘马上行动起来 另一边 李次长上台致辞 现场始终没有出现意外 但很快 数据部门就发现了问题 出席者名单竟然被人换掉 志赫马上找到服务人员进行对比 很快 他就发现了一个人行为异常 志赫马上开枪提醒众人 眼看对方想要反抗 志赫直接开枪击毙了对方 但等他靠近 对方的身上竟然绑了一个炸弹 而且时间马上就要结束 与此同时 小刘也找到了那辆汽车 打开车门的那一刻 小刘发现 里面竟然是一个巨大的炸弹 显然 终究还是白毛式技高一筹 另一边 志赫大喊一声趴下 然后直接用自己的身体盖住了炸弹 但毁灭并没有到来 紧接着 一阵电话铃声响起 他告诉志赫 所谓的政府只不过是打着组织的名义 满足一己私欲而已 他却说志赫不要被其利用 但志赫却反问对方 他做的一切不也是为了抱自己的丝绸而已 志赫发誓一定会抓住对方 但白毛式却说 与此同时 小刘发现的炸弹也结束了倒计时 虽然想象中的爆炸并未发生 但一道波纹却扩散开来 所有的电子设备全部失灵 小刘刚走出大楼 就看到白毛式从他面前扬场而过 等他好不容易离开爆炸圈后 马上就让同事追踪白毛式的车辆 而且同事还发现 刚才爆炸的地方 是全国最大的银行数据中心 但去年建设了新楼之后 那里就只是备份数据而已 小刘马上联系志赫 按照白毛式现在的方向 他的目的很有可能是银行数据 而此时 白毛式已经带人来到了银行 一颗电磁脉冲炸弹也被运了过来 他们闯进大楼 整个银行瞬间沦陷 等志赫赶到的时候 整栋大楼都被封锁 下令 medical赫尾 我认杜山俊张 小刘邦禀大楼 有可能是有可能性的 好了,特技提供的提供 三平安? 現在是更多人的人 你能幫助嗎 此时白毛氏开启了全网直播 他要求政府做出选择 是要拯救被他抓的33个人质 还是要拯救银行数据 他只给对方三个小时的考虑时间 说着他就现场吊死了几人 这件事很快就在网上引起轰动 大部分人都希望拯救人质 还有人单纯的希望抹除掉银行数据 那样他们就不用再偿还贷款 院长也打来电话 高层的决定竟然是优先选择保护数据 将局长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但李次长却告诉他 一切应该以大局为重 如果银行数据丢失 无数的人跟企业将会面临危机 到时候牺牲的就会是现在的几百倍不止 为了能让智贺进入大楼 将局长找到了上军帮忙 很快大门就被打开 两人也成功进入 放倒了一个守卫之后 他们也成功找到了炸弹 但小刘在仔细观察之后 却发现这只是一个空壳 智贺也终于明白 原来白谋士一开始的计划 就是干掉人质 他坚信政府不会选择人质 但等到人们发现 政府竟然为了一个假的炸弹 牺牲掉人质性命的时候 大家就再也不会再信任政府 小刘想把消息传递出去 但这里根本没有信号 白谋士也在监控中看到了俩人 随后俩人来到了楼顶 他们通过手电筒传递摩斯密码 告诉众人炸弹是假的 但院长却还是不同意选择人质 因为一旦情报失误 整个国家就会陷入危机 但最终李次长还是下令保护人质 此时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他们该怎么在这一栋大楼里找到人质 他们来到广播室放起了歌 原来人质的情况正在网上直播 所以小刘在不同的楼层播放音乐 当播放到三楼C区的时候 人质们明显有了反应 白谋士也听到了歌声 脑海中不断地浮现记忆碎片 因为这首歌正是他以前经常和小刘一起听的歌曲 烦躁的他直接开枪打碎了音响 此时志鹤也开始了行动 烦躁的你 烦躁的 烦躁 烦躁的 真是 烦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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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解决了几人之后 他发现关押人质的大门根本无法打开 随后白魔师的声音传来 他告诉智贺不要做无谓的挣扎 除了人质之外 里面早已被他放上了炸弹 遥控器就在他的手里 所以想要救人的话 就来天台见面 与此同时 部长直接来到了指挥室 他责怪李次长没有听从命令 并且开始亲自指挥 很快 白魔师就来到了楼顶 他直接亮出了手里的遥控器 李次长看到后也赶紧下令 千万不要擅自开枪 不然所有的一切都会完蛋 很快智贺也出现在这里 他在白魔师的命令下扔掉了武器 但对方抬手就是一枪 很明显 白魔师看到了这位粉丝的留言 白魔师说 两人非常相似 他们都有着同样的经历 所以说 对方应该能够理解自己 但智贺却说 白魔师不屑地一笑 智贺转头看向旁边的大屏幕 紧接着 他们就看到 小刘竟然出现在了人质的房间 白魔师瞬间惊呆 原来这就是他们一开始的计划 小刘故意装成银行职工被人抓住 被关到房间后 再偷偷解开绳索 为的就是唤醒白魔师的记忆 看着小刘的身影 白魔师果然受到了刺激 脑海中不断有记忆涌现 智贺也抓住机会 直接扑倒了白魔师 眼看对方还想去拿遥控器 智贺开枪打伤了对方 但随后白魔师却告诉他 引爆装置早已启动 而他手里的那个装置 其实是中止炸弹的开关 只要按下那个按钮 才可以中止炸弹 智贺也陷入了两难的抉择之中 因为一旦出错 几十名人质就会因此丧命 与此同时 部长看到智贺手握遥控器后 十分激动 智贺缓缓地举起了遥控器 耳边响起了小刘的话 白魔师果然没有说谎 最终警方成功救下了人质 炸弹距离爆炸 也仅剩两秒而已 此时智贺缓缓地站起身来 但他并没有干掉白魔师 而是直接转身离去 随后小刘也赶了过来 他看着奄奄一息的父亲痛哭流涕 与此同时 智贺做到了直播面前 他向众人说出了自己经历的一切 也揭露了上午会的存在 诉说着对方犯下的所有罪行 沈会长也联系记者交出了上午会的名单 说完一切后 智贺就晕了过去 五年之后 小刘已经能够独挡一面 何组长也变成了局长 将局长自首进了监狱 智贺也因为误杀队友服刑五年 刚被释放的智贺又回到了那个孤独的家 但看见众人寄来的照片 心中还是有着四丝暖意 他开车来到花店 随后 嗅炎遇害的地方就出现了一束鲜花 小刘在犹豫很久之后 终于拨通了智贺的电话 彼此沉默着都没有说话 而是在一个路口擦肩而过 智贺回头一望 脸上露出了一次笑容 晚上 智贺接到了一个电话 对方跟他说了很久 第二天 智贺就再次穿上了西装回归组织 因为除了上舞会之外 他们还会面对新的敌人